今天心情非常复杂 我们的中式小院被围观了 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 刚刚施工完成的中式小院 它位于北京市平谷区 张新庄村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五 昨天由北京网友私信我 要来参观我们刚刚施工完成的中式小院 今天带粉丝朋友现场参观 现在已经到达现场 本来我以为只是一个网友过来 没想到来了五家人 其实现在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现在大家一起参观这套造价60万的农村中式别墅 这套别墅整个占地是200平方 所以整个建筑面积是全部盖满了 为了增加室内的光亮度 我们的设计师建议房主做挑空客厅 没想到这挑空客厅做出来之后 真是非常的大气 看着一点不压抑 而且光亮度非常好 这是站在二楼俯瞰一楼客厅的一个角度 看着非常的高挑 非常的敞亮 由于占地面积不大 一楼全部盖满 所以我们在二楼跟一楼的楼顶做了小院 现在我们来到一楼小院的露台 可以看到我们为了增加采光度 也是做了两个透明的天井 一楼的露台相当于是一个小的活动空间 也相当于是一个小院 我们采用的是女儿墙挂把的方式来施工的 可以看到上面有楼供的铜钱花 包括上面的杠瓦加小青瓦 猫头滴水持稳组成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青瓦元素 相当于是一个一米高的栏杆 在露台的前侧房主还做了一个小茶室 平时接待客人 偶尔小聚一下也是非常的惬意 现在我们上三楼看一下三楼的一个布局 上面是大露台 整个建筑主体是一个两层半的设计 穿过二楼楼顶来到三楼 首先是一个非常大的阳光房 这个阳光房冬天取暖晒衣服也是非常好的 穿过阳光房 我们就会来到整个三楼的大露台了 这个露台的尺寸就非常大了 相当于是把院子做到了三楼的楼顶 可以看一下 也是女儿墙挂把加小青瓦装饰 吃稳翘卷猫头滴水都是有的 整个也是一个中式的元素 小青瓦的女儿墙高度 整个就是一米一的高度 相当于是一个护栏 也做出了中式的效果 真是一举多得 而且在房屋主体连接的一侧 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中式元素的构件装修 可以看到小青砖贴片 包括一些砖雕 现在主体已经施工完成 就差low白 最后一步了 到最后整个主体就是白墙青瓦中式的风格 而且这套小别墅是全部利用EBS模块 建造起来的主体 大家觉得花60万在农村建一套 这种中式风格的小院值不值呢